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 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在網上探討一些 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這個香港出路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的 真真正正能夠解決問題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批評一些事情 某些事物或者某些人處理不當 大家發誓一論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點 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真正來龍去脈 最後最重要就是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案 還有就是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或者地球上的人 我們每個人可以做些什麼呢 而幫助令這個問題真正解決的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當事者 那你會怎樣做呢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那這個節目當然 希望大家多些參與 如果你在這方面想過一下 也都覺得自己有些新的看法 可以幫助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那請大家多些和我們聯絡 那可以在我們節目的時間 打電話和我們聊 那電話一個是2385-4492 那電話是2385-4492 那當然啦 如果你ICQ打得快的 那你可以用ICQ的形式呢 是將你的訊息呢 是即時給我們 那ICQ的號碼呢 是308084705 ICQ是308084705 好了 今天呢 今晚和我們一起做這個節目呢 是有馬國輝 大家好 今天金興就公幹 所以未能出席的 是呀 他就走到上海去拍照 那樣 所以呢 就今晚有我們兩個啦 那希望呢 有其他的網上的聽眾 可以一起參與 那其實呢 我香港地很有趣的 我們每 有很多人呢 其實有很多意見的 那但是呢 你私下和我們聊 他會說很多話給你聽的 但是有時候呢 就希望他 就是 手出來啦 是呀 那大家可能都不習慣 那這個可能和我們教育啦 那也都可能有些 某些的私人原因也好 公司的原因也好 是 那有些人呢 就有時候不太講到的 那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我在香港有很多的士司機呢 是 原來很多很有智慧的 你猜不到的 那我有時候呢 坐下的士 那大家沒什麼做 那是不是 就是你 他背著我 我對著他 那有時候呢 大家都開始握快樂的 那我前幾天呢 我就 坐的士的時候 那由北角去中環 那又不是那麼長 那但是 那就是 我又 打開話題 打開話題 那發現這個的士司機呢 有很多事情說的 就是有很多事情 其實他都想得挺好的 那他其中說的一件事呢 我就說起民主了 那他說呢 他說呢 民主的問題呢 就是不是民主可以解決香港問題 那大家都承認 那樣 那我也都很多 所謂民主國家啦 印度呀 菲律賓呀 那其實都 就是很多很多的問題 是不是因為他有民主而 而順利解決了的 那而真正正正的民主國家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 那就是美國的民主 也都不是 不是一人選一票那些 那他講了一件事 他很有趣的 他說呢 那阿扁是眾人選出來的 是 如果他再投票呢 他可能也有機會再贏 那好像那個 泰國那個 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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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也是 那他說呢 如果他真的再去選一次呢 他可能有被選 那就是說呢 他的訊息說呢 其實呢 很多人選你 在民主的形式 一人一片選出來的人 是未必是正確 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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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那但是呢 那我跟著說呢 那就是我們有些什麼 他想做些什麼呢 那他就有講 一種 很多人都經常這樣說 當經濟不好呢 那些人就會上街會多 那如果經濟好呢 那些人都不會理的了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一部分人呢 都是為了 就是忙於賺食啦 是吧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閒的時間 或者精神呢 去處理自己 自己賺食以外的東西 那我前幾天呢 那我就搭地鐵 那在進地鐵的時候呢 就有遇到一個團體 那這個團體呢 就是在發放一些文章 也都推一些 每人十元的廣告運動 那我呢 那我就去 拿一千個名 那又拿回單張 那 那他們所提的議案呢 就是反對香港的銷售稅 那要爭取公平的稅制 那他們一班 就是香港的 我想很多人都認識的 那個通常的民間絕體 有些有政黨 那他們就有一個聯盟 叫做公平稅制聯盟 那有一件事 我有一種感觸 就是 其實反對銷售稅呢 我相信是普羅大眾都反對的 是 但是呢 那在那個攤檔裡面呢 那好像李卓陽也在那 這樣說一下 我就沒有太留意他 我為什麼聽到他在那 是 但是真真正正 能夠去走過去 簽一個名 就是他不是叫你捐錢 是 是很少的 比較冷感啊 那些人 無力感啊 那些人 很無奈感 無助感的 那其實呢 我們 其實香港出路的節目 其實最終要最終 是希望能夠做到一個目的呢 就是呢 如果我們能夠將這樣的觀點呢 是改一改 就是我們經常很強調呢 社會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 甚至乎人類面對的問題呢 其實它解決的方法呢 是不難的 是一定很簡單的 那我有一時呢 我喜歡用 借助 所謂 聖經方面啊 神啊 就是講一個主宰 那我覺得 如果我們相信神是一個 就是全智慧 全愛 公平的神呢 那我相信呢 他一定是不會設計一個 一個 就是我們的人類的那個 那個將來呢 是 就是 受制於一些 或者要依靠一些 有智慧的領袖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不公平的安排來的 如果一個是公平的神呢 他一定是給我們 最後我們的答案呢 是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而這個答案呢 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不需要說 所謂讀過很多書那些 的人呢 才懂得去做的 那這個呢 我相信呢 是最終呢 是我們會了解到呢 其實是真相 真理呢 是很簡單的 要改變這個地球呢 只要是很簡單呢 就說呢 一切由自己開始 可以自己做少少事 就不是呢 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過去那麼多時候 那麼多年來 我都經常這樣說的 但結果呢 你看到呢 人類呢 似乎是沒有什麼真真正正 進展過 而我們面對的那個問題呢 是越來越嚴重 我們可以說呢 是在摧毀自己 好像一個火車 很快的火車 在向下衝刺 而沒有人懂得去 怎麼去停 是 我們今晚的題目呢 就是回應這個 公平稅制聯盟的 反對開徵銷售稅 那個單張 其實它說出來 那個最主要的那個問題呢 就是說 那個香港社會的貧富懸殊 已經十分之嚴重 而這個銷售稅 即是叫做商品及服務稅 是一個叫做累退稅 即是說 是窮人呢 就會十分不利 收入越低 稅率越高 那這個叫做累退 累退稅行 沒有錯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它也提出 這個累退稅 這個銷售稅 對穩定的收入的作用 其實不大 還有它要 那個行政費用呢 也十分之龐大 變成就是 它收了那些錢回來 其實很大部分 也都是去了行政費用那裏 那對那個稅收 是沒有什麼直接的幫助 是的 它這篇單張有個好處 就是它是做了一些 所謂的數字的 數據的研究 和調查 那它就讓我們看到 為什麼我們說 這是一種累退稅呢 就是說收入越低 稅率越高 那它很簡單 它就根據 過去2004年 還有2005年 那香港的住戶 和那個開支的統計 它有這樣的 就是政府的數據 那由那裏開始來計 那它將呢 香港的 有四位人家的家庭 來分四個分位 那就是 最低的四分位 就是四分之一最低那個 那他們那個 每個月的支出呢 就是五計 五計算住屋 在內 那會是四千五百二十六元的 那在這個五個percent的稅率之下呢 他們是要付出二百二十六元的 那而他們的這類的家庭呢 平均的每月的 每月的平均的日率呢 只不過是四千八百六十元的 那於是乎呢 那他們所付出的 所謂的消售稅呢 比例就很大 占他們是差不多四點七個percent的 ok 那好了 第二分類那些呢 是八千幾元的消費 那就稅率是四百二十五元 那就平均的收入呢 當於一萬一千五百元 那他們是三點七個percent的 那第三個四分位呢 他們的比例呢 用回這個計法 那它當然的消費會比較高些 那也都假設 他每月的平均收入會高些 那但是他這個統計也有說明呢 其實不一定 就是你消費高的家庭呢 就不一定說他的那個收入會高 那但是呢 作為一個平均的來到比較 那只是一個差別而已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會有三個percent 那而最高收入的那四分位呢 他們呢 他們呢 是他們當他是 那個消費是 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二萬 那樣 那要給稅呢 是以五個percent來計呢 就一千三百三十五元 那他們平均收入呢 就是五萬五千零四十元那樣 那他們所給是二點四個percent 那就是說呢 那越窮的人呢 在這種這樣的 銷售稅的設計之下呢 五個percent呢 那他們的付出呢 是多過窮人的 就是以他們的收入來講呢 是會多過窮人的 是 好了 那政府就當然了 也都看到這個問題了 那政府就想到一些解決方案了 退翻錢 那他呢 他呢 就會每年呢 向低收入的家庭呢 發放最多二千元的現金津貼 那樣 好了 那當然呢 他這個的會額外呢 是增加有成二千億的 二千億元的收入呢 那他會怎樣用呢 二百億 二百億元的收入呢 他會怎樣用呢 那當然啦 他一定會講得很好啦 就是我們其實呢 就不是說真的想增加稅行 只不過呢 我們將稅機擴大些 那就會穩定些了 那所以呢 那筆錢呢 就不是我們用完的 我們呢 是用來呢 補貼 補貼 就是吊低那個利得稅 和那個深捧稅 那就是你安心啦 是不是 就是 對一般所謂中等家庭 家庭是好事啦 是不是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的利得稅 或者做生意的人的利得稅 或者投資者的利得稅 和生捧稅呢 是會因此而減喔 那就是說 政府的話呢 我們不是說 用這個方法呢 是拿你多些錢 只不過呢 用個收集錢的方法呢 是均勻一點 大家都有機會用到 那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政府建議的 那當然啦 他這樣說法 就是你反對的聲音 就會少些啦 是不是 那有錢的人 不會太反對呢 是啦 有錢的人就不會反對 那他講來講呢 那當然很明顯呢 最大的輸家呢 就一定是那些甲薪階層 那因為這些家庭的 那個銷售稅的開支呢 是佔入息是超過3%的 但呢 當然啦 他們不會有資格拿回一些津貼的 是 還有受惠那些 你得水的減息的 那就是呢 整個制度呢 基本上呢 就是向甲薪的階層呢 是招集200億元 那你們就補貼回一些財團 和最高收入的人士 那就是這個是他們的 那個反對的那個原因來的 是 就是他這方面 就是他講得是 就是他們分析得是 是不錯的 那我們只是這方面 你看一下啦 就是你自己想一下 就是如果我政府 我想做這件事 那我就會將最低收入的家庭呢 就是發放一些現金津貼 好了 那你會 就是你怎樣發放 你怎樣去衡量呢 是給多少錢呢 我就是想想 那個行政費用那裡 都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 你要用多少人手 才可以搞得到 你每戶發放2000元 或者每人發放2000元 你怎樣去衡量 就是我有時候我想一下 就是你怎樣去做這件事 我怎樣去知道 你是會應該給多些 因為你用得多些錢 你怎樣去做這件事 你怎樣去執行呢 你怎樣去執行呢 就是很難有個標準的 就是很簡單的做法 我想到就是這樣 你將你買過的那些 那些單 你儲起來吧 是不是 有些什麼東西 是你們用過的錢 你們就儲起來吧 那你們將這些單 就給我們看 就是如果我們要看 我們唯一 唯一一個可能做得到的東西 就是我給你多少 要看你用多少 變成核數師 好了 第一 這個是會多龐大呢 第二 你會造成什麼的現象呢 很多人會收買那些假單 是不是 根本是 我可以說 是不可思 根本是很難做 就是那個問題 你會很快看到 行政上 每個人都會做假單 沒有就買 就自己寫 那你怎知道這張單 真的假呢 是吧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 你怎樣呢 你收入低一點 那就給你多一點 那跟現在的縱緩 有什麼大分別呢 是吧 就是全面性的縱緩 是吧 以前你真的沒有工作 那我就給你錢 那將來就不是了 你總之低收入 又給你一些錢 那這個就是全面性的縱緩 是吧 那你可以看到 你根本呢 你說是這麼說 但是你所說的 處理的手法 根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你不可能呢 是 每個家庭的低收入的人 是發放這些 這樣的現金津貼 有個數字不同的 不是說死斑斑的 那我就不知道 他根據什麼 來發放這些津貼 那將你一看 是完全就是 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好了 那跟著他就說 那他就 亦都說政府認為 人口老化了 那會令到那些交審捧稅的人呢 就會人數會大大地銳減的 那因此呢 有需要開徵收入稅的 擴闊的需要了 那因為呢 真正正 過去給開稅的人呢 是匯率越少了 那當然呢 公平稅制這個靈文呢 就講出了一個問題了 那即是說呢 所有靠緊儲蓄 或者退休 那麼養命的退休人呢 都難於逃稅網了 那即是說呢 那用這個方法來再拿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不能夠再用 那個 那個 新諷稅啊 來到付錢嘛 因為你已經沒有 你不做事了嘛 你已經退休了嘛 那所以呢 就用這個手法呢 就叫你繼續付錢 那即是說呢 還要向中下階層的 棺材本打 那這些什麼理財哲學呢 那難道要政府要市民呢 是祖死祖著嗎 那這樣 那這個就其中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論調啦 那這樣 那其實呢 我有一種的 最近有這樣的經驗 那我最近開始 和那些很多 以前那些 中學的同學呢 就開始有些聚會 那有些同學 我大概畢業 大概三十九年四十年 那大概都五十幾歲了 大家這樣 那有一次呢 我們有十個人 坐在一起 那就是大家聚客救 那樣 那看一下誰 就是你做什麼聚什麼 那發現呢 其中五個人呢 是已經退休 或者就快退休 那我奇怪了 就是 那我只有五十幾歲而已 是不是 就是為什麼會 那麼多人會退休呢 那再看 想真點 他也不是那些普通工來的 他是一個 那些大公司的 那些partner 那樣 regional manager 全部是很高級的 那大家只有五十幾歲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做退休呢 那全部都是退休的 那原來我看到 我一方面就說 人口老化 那不做事 其實呢 我可以看到 整個社會的那個結構 是很多人 是被迫提早退休的 本來可以做到六十歲 六十六歲的 六十五歲的 現在就五十五歲 就已經開始有壓力了 那 那 那 我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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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的人口老化這個問題呢 根本是可以做多十年的人 你就不讓他做 那你就說人口老化了 所以他不能夠交稅了 那 整個問題就說 这班人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的人寿长了,我们长命了, 基本上是否言下之下的人健康了一点, 应该的人可否做久一点, 但我们相反的,刚刚不是, 五十多岁的人很多被逼退休了, 这件事就是大概一两个月, 几个月之前, 我突然之间跟同学们一谈, 就发现这个现象, 我同学侄女, 我侄女四十多岁, 我问她, 我有这样的情况, 那时你会说, 她的女友, 我那些四十多岁, 以前的同学同事, 有很多女友, 只是在那里, 就照顾小孩, 照顾小孩, 有很多人很迟分, 小孩真的很小, 小孩, 四十多岁, 她以前在茶店做的同事, 现在完全都是女友, 你想想, 整个问题不是我们所真正见到, 根本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人口老化, 根本是我们整个经济的结构, 是改得很快的, 所以你说这个问题, 既然你经常说, 现在人长寿了, 希望她健康了, 那她应该做久一点, 那为什么呢, 他们平均做工作的寿命, 是比以前我们父母那代, 我父母起碼做了十十岁, 对不对, 都短了十年了, 所以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是这样一回事, 我们的税基问题, 根本就不是因为人口老化那么简单的,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单张, 最吸引我就是, 争取公平税制, 公平这两个字, 因为公平其实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每个人的公平都觉得不同, 可能你赚一亿, 她叫你交20%税, 你觉得很不公平, 那问题在哪里呢, 政府的角色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政府的角色, 是一个资源分配的角色, 就是怎样可以令到这个, 社会的资源更有效地去运用, 而这个资源分配背后的理念, 其实我觉得就不是说要是经济增长, 或者是任何事, 而是令到每个市民都可以, 各展所长, 去活出她的潜质,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 我想是大部分人都同意的目标, 而又不是经济增长, 那我们怎样可以令到税制, 去达到这个目的, 帮助到这个目的, 而不是说要达到一个公平的税制, 如果我们围绕这个公平, 就永远都谈不出, 因为公平就是说有些对与错的东西, 全部都是,最终都是只有港字, 说到最后都是搞不定, 那什么叫公平呢? 那其实这个公平的税制联盟, 那其实他最后有个建议, 那我待会大家再讨论一下, 他的建议行不通, 那其实发起的团体, 都可能值得大家提一提, 那是香港天主教育正义和平委员会, 公务员工会联合会, 民主党, 社会民主连线, 前线, 香港民主民生协讯会,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 香港职工会联盟, 香港基督徒学会, 街坊公有服务处, 香港教育专员人员协会, 很多人的, 其实上个月左右, 自由党未发起, 有一个游行, 我当时都即时去参加, 今次是另外一些团体, 我都尽量去做些事情, 在我们的立场来说, 我们不是希望, 因为哪一派哪一党, 我们希望, 总之我们想出一些办法, 认为我们觉得, 真是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是用政治的因素来做, 好了, 还有一样, 他们也做了一些功课, 这个功课, 他看到, 他说, 如果用回政府, 刚才向市民所说的, 低收入的人, 发放一些津贴监, 那这200亿收入, 是调低利得税, 和身份税率, 那就是说, 他言下之意, 我们不是说, 是想拿多些钱, 我只不过把它分配得, 有点不同, 那他们就做一个数据, 就由1998年, 到2005年, 7个财政年度, 政府总收入一个数据, 用回它这个方面, 原来他发现, 用回它, 如果有些钱, 就做现金津贴, 一部分钱, 就将我们的利得税, 身份税, 调低它, 那用回它这样的做法来看, 可以看到, 根本是对社会整个收入, 完全是没有分别的, 政府是没有因此而多钱的, 那当然, 政府某程度上, 就说, 我们是, 我们那个, 他没有强调, 我们是, 不够钱要多些, 那样, 但其实, 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些的地方, 你也看到, 其实他希望, 增加他的税收, 那这些团体呢, 亦都说出一件事, 他说呢, 其实这些这样的, 建议销售税的收入, 只不过, 占整体的收入, 大概一成的, 那对政府的稳定, 政府的收入, 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那他也都强调一件事, 他说, 根本上呢, 其实我们的, 政府其中一个, 说法呢, 就说呢, 我们用这个, 这样的方法呢, 是, 是可以避免, 我们的经济的波动, 就是, 由金融风暴, 之类, 那他呢, 就用这个方法呢, 是很稳定的, 但其实呢, 我们的销售, 那个意欲, 是很明显, 跟我们的经济, 是直接有关系的, 那就是说呢, 当我们经济很差的时候呢, 那其实消费, 也都会减低的, 那就是说呢, 你期望, 拿这个地方的收入呢, 其实也都会少的, 那就是他们的分析的话呢, 其实呢, 如果是做足, 你真的做你所说要做的事呢, 其实最终来说呢, 政府的库房呢, 基本上是不会有真益的, 是不会多了钱的, 好了, 那既然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很明显, 最终来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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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正如他们所说的,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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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用花几亿, 他们计算过要几亿的行政费, 才做这件事呢? 那是否制造多些公务员呢? 那香港公务员, 是否全世界已经不是最大的, 那不开支呢? 已经是这么多的时候, 那我们又要找那几亿呢? 是制造多些公务员, 最终来做这些事情, 最终最终呢, 香港的税收是不会得益的, 那当然啦, 他就是这么说啦, 他当然最终是增加税收啦, 是吧? 好了, 那说回你, 你刚才提出那样东西了, 那其实, 他们的这帮联盟, 这个联盟他们所提出的最终呢, 他都认为啦, 交税很紧要啦, 交税是要建设那个文明的社会, 那但是呢, 最终最终, 即是, 他们认为的解决方案, 即是好像阿珍达首, 今次我认为他, 他所说, 最近所提出的, 所向香港反对声音的人挑战呢, 叫他们说, 那好了, 问题在这里了, 钱是不够了, 香港有三大问题, 人口老化病多了, 那医疗费用不断地增加, 我们的教育, 它的资素是不断地增加, 我们的社会福利的资素不断地增加, 那怎么办呢, 那好了, 你说你不让我开征销受罪了, 那你教我怎么做呢, 你教我怎么解决办法呢, 一会就教他啦, 那我们, 或者我们两三分钟之后, 我们就会大家想想, 我们其实有什么更加好的方法呢, 好,一会见,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 好, 这个联盟里面, 其实想到什么解决方案, 他们基本上认为, 交税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罪恶来的, 相反地, 我们每一个市民, 都需要为政府做了一些事情, 有责任, 最重要的是, 交税是为了建设一些文明的社会, 一个civilized society, 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 跟自由党不同, 自由党认为二十年来, 都没有一个问题, 十年之后再说, 其实又没有说出个答案, 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久一点才说, 问题会慢慢地自动解决呢, 他们的公平税制联盟说, 我要按是能者多付的原则,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这样, 能者多付, 增加对社会服务的承担, 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这样, 能者多付, 你有没有看出这个问题? 我有朋友知道我今天上来说, 这个税的问题, 他一定要我提出来, 他说很惨, 他说中产被剥削, 他也看到了, 中产被剥削, 问题就是说, 他们觉得加了一些税, 他们觉得某程度上是不值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 我觉得就是政府, 去运用这些钱的时候, 他只是想着会派钱, 但他没有想着要, 譬如我们接受这些帮助的人, 要做些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简单, 政府支持谁, 谁就支持政府, 他派了钱, 那个人就会支持他, 譬如你得税, 我不加利得税, 公司就会支持他,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 能者多付, 要给多少呢? 其实我有个很荒诞绝伦的提议, 就是说某程度上, 可不可以赚钱, 如果我赚多个, 譬如举例, 一亿, 年薪一亿的, 多了出来的那些, 就交了税了, 是不是可不可以呢? 就是一亿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那当然了, 可能你多了个三亿元, 你可以有五成, 你决定要捐给谁,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实现呢? 如果是能者多付, 因为他一亿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 是不是会给一些钱出去, 他就没有了那个推动性, 去令他做得更好呢? 因为我见到, 譬如很多网上的那些朋友, 很多时候都会自动去写一些软件出来, 是给大家用的, 他们不收钱, 就是他们做这些事情, 不是因为钱去做的,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了钱, 就不会去做一些, 我们想做的事呢? 这个真是, 不知的, 请教了Doctor, 有没有可能呢? 其实呢, 最终最终呢,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那个, 我们人类的问题, 是有原因这样发生的, 那我们上一次, 介绍过那本《魔鬼的经济》, 或者《苹果的吉子的经济》, 英文叫《 nikonics》那本诗, 其实那本诗呢, 很好奇的, 我和很多人就聊起来, 我问问请这本诗。 啊,原来很多人看过 000超过多人 有点早过已看过, 有一些人也听过下, 原来发现在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历 其中一位教授是直接拿这本书到教材书的 这本书其实是很多人知道 也很多人所谓看过的 但我感觉其实看书的人是多的 但真正正能够从这本书里面了解到本书所说的道理的人 其实真的不是很多 如果我看这本书将来会怎样去推行 起码现在是流行帮里面是很实败的 如果很多人看了之后 如果我的理念 如果人们真的看这本书而明白 而将它实用在我们社会的问题之中 其实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容易解决了 这个我们看看 很多人看了之后 社会问题有没有利用这本书 很简单的道理解决了呢 以后我们以后自己观察 但有一样东西可以看到 能者多富的原则 其实香港已经在行能者多富的 香港某种程度上 已经做得很足够了 譬如香港那些豪宅那些 香港人想为想为 舒服得住得好些 你付出的大代价是全世界之最的 香港曾经有些时间 香港人所谓贵的豪宅那些价钱 在美国是比例为生的那些大财的价钱 其实香港已经是能者 有钱的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他已经比较多了很多 今天我刚刚有个病人 他自己是一个澳国人 一个外国人在香港工作 以前是跟那个领事馆做 跟着他做生意 说一下原来他读经济的 哇 我问回来 以法一个外国人在香港住了几年 他应该看到 其实他说他说这个这样的 那个消瘦税 他叫做Desocializing 就是说社会不均匀 是再令他再严重化的 他都说出来 其实香港已经是能者多福了 好了 再看一下 用回公平税制联盟 用回他的联盟的名字来看 那我得想一下 为什么如果你能力高的人呢 你要给多些钱呢 这个是不是很公平呢 因为你厉害 因为你本事 我当你是 因为你本事所以赚多钱 因为你厉害 你努力 你赚多些钱 所以社会就要你给多些 就是要罚你 某程度上 这个是不是叫公平税制呢 这个是绝对很不公平的 就是我辛苦 我努力 我懂得去赚多些钱 那我就要被罚 我要给多些钱 就是你看看 这个概念 已经是跟联盟所说的那套 是完全是违反了 是绝对不公平的 因为我是努力 我赚多钱 我就要给多些钱 我就要被罚多些 那你看这个地方 第二样东西 你看全世界 哪个国家不是在走这条路的呢 结果是怎样 结果是怎样 你看澳洲 澳洲很有趣的 我自己 我不会在那边住 我经常都下去 他有很多高兴朋友 我看到现场 在澳洲 第一很多年轻人不做事的 在沙滩里面 在那些娱乐场所 玩乐场所 很多年轻人的 应该正在上班 他们不会的 因为救济金 第二样东西 很多的专业人士 是上三日工的 上三日工 牙医也好 医生也好 上三日工 为什麽 很简单 你做多些 那就给政府 是 他们是用这个方法 你赚钱多 就税越高 在某个程度上 那些人觉得 我不用做 做来做 做来是我完全没有得益的 做来 一半给政府 结果 你看他的现场 很多这些所谓 所谓的专业法令的人 他服务社会 就会减半 我不用做三日 我做三日就算了 足够钱 做多余的 其实你看到 能者多佛这个税制 全世界都未走通过 是有这样的反效果 令到有能力做事的人 他就完全不需要 他的生产能力 是减低得很厉害的 可以看到 这个根本 亦都是 人家外国走过 是未成功过 那为何我们要走回这条路呢 是吧 我可以看到 香港的一个现象 很多时候 就是香港人自己 没有什么自信 可能香港的教育 亦都没有香港人 没有什么真真正正 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 通常我就是抄别人 抄大国 人家所谓文明国家 做的一件事 我们就照根照抄 从来他没有想过 做这些这样的 他想抄那些 那些制度呢 结果在那些这样的国家 做了之后呢 那结果是怎样呢 那我最简单 我就问一问 我就想问 就是想推动这个的税制 现在真人权政府 我想他举出一个例子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当时开征销售税 目的当然一样 钱不够 所以要筹多些钱了 那做了这样 那么多年之后呢 他的财政问题是解决了 就是我想知道一个国家 你给了一个例子 他有人研究过 就是一开始了 他只会不停地加 他的消失税率 就没完没了 这样 这样 我觉得很明显 他的税率 就未必会5% 即是加6% 很多国家是这样做了 结果是这样做了 最早你会见到 这些所谓的发放这些津贴金 简直都是无从入手的 是吧 你叫人给一些假的销售那些 那些单给你看 是吧 那些怎么去衡量呢 那里根本行不通 跟着呢 他就说呢 会减低利得税 或者申讽税率 那销售税是拿10%的 那如果你将人来的利得税 你减5% 或者半个% 1% 那高二分已经抵消了 那好了 在目前现在 比金17%的人 都觉得都OK了 现在都是能够 存到钱的国家 知道吗 就是其实 我觉得很多国家 是赚到钱的 但存不到钱的 香港人的消化力 是全世界最高的 这是无可置疑的 好了 那如果你说 令到我们香港人 觉得香港都不是能够 存到钱的各个地方的时候 那些人会不会再在香港呢 在一个这么污染 这么人口 这么残忽物 就是居住环境 这么差的地方 会继续做下去呢 那过去不要紧了 赚到钱 不单是赚到钱 赚到钱 还能够存到钱 那这个香港的 就是吸引人的地方 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第一 你跟这些外国的做法 没有一个成功例子 是 是 难者多付 没有一个成功例子 是吧 也是绝对不公平 是吧 你叻就要罚你多些 是绝对不公平的 那什么叫做公平税制联盟呢 你想想出的solution 是绝对不公平的 OK 好了 那问题就是说 就是 那个最终最终 那个问题是怎样呢 就在哪里呢 就是政府提出 那三个原因 是吧 那我由那三个原因去看了 人口老化 那人口老化 那人口老化 会多病 那我现在看到的现象呢 就不是老化才多病的 是普通的年轻人呢 患病的 越来越早 那你好像说你最近有个资料 有个资料 有个资料 最近就是说 那个年轻女性 乳癌病发率 比十年前急升了六成三 六成三 六成三 那香港的抢癌呢 也是全世界第二 全亚洲最高 那八个人有一个 那现在第二大杀手 那四年之后呢 就会超过肺癌 还有乳癌呢 是成为第一大杀手 那就是 你能看到呢 那个人口那个多病 医疗销 那个费用 不断地增加呢 根本就不是因为人口老化的 我上次都提过 经常都提过 全世界的长寿村的地方 人是没有医疗服务的 是越少的地方 反映那些人是越长寿 还有呢 几次 五次 当世界各地 每当西医罢工 死亡率 必定是减低 是吧 那你能看到呢 根本呢 那个问题呢 就不是钱的问题 那问题呢 是为什么那些人 会那么多病 是 就不是说人口老化 和污染都很大问题 是的 那就是说 我们病的起因 不是可以解决得到 全世界用医疗费用 比香港多几倍的国家 医疗的问题 没有因为多了钱 而解决了 OK 那这个呢 我们香港呢 就是要学东西啦 是吧 我无论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魔鬼经济 比较一个深入一点的道理 来到了解香港的问题 你怎么用一个常理想下 你抄人抄人 那人家有没有解决了呢 没有一个国家 在做这件事 是解决了这些问题的 那你一看到呢 其实他们讲过 三样那个问题呢 都不是那个 就是可以用钱可以减低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那个 简单的来说呢 我们是要减低那个支出 是吧 就是我们香港 在这方面的支出 是很高的 我们香港社会服务 公务员 这些这样的支出呢 是占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 GNP呢 是差不多成20% 是差不多全世界最高之一 OK 那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很明显的 是很明显的 是想办法去怎么减 嘛 怎么减出这些 可以成为 无谓的开支 开支很重要 是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一天我们不减低这个开支呢 我们根本呢 是没有可能呢 是解决到这个问题 是 OK 那算了 那我们医疗的问题 在哪里呢 那我整天都在这个节目 讲了这么多次呢 很简单 如果我们的社会资源 只是给一种医疗 这种医疗呢 是只能够处理 十分之一的文明地方的病的时候 而十分之八 它是没有办法帮助 而十分之一 是它制造出来的病 那我可以这么说呢 你用多多钱都不可能做到的嘛 是吧 解决办法之后呢 我有一种医疗服务 令到你这个人 那个病有病医好了你 令到你不会病 不会这么早病 老人家都继续健康 那这个才能够解决的嘛 那我们现在的医疗的方法 只是对十分之一的人的 所谓急性病 创伤性的问题 是有帮助之外呢 其他是绝对是没有帮助的嘛 那这个资料不是我们作的 那在这个 很多医学杂志 已经讲了出来 已经登出来 那个问题 就是根本是我们 现时医疗的垄断 是做出这个问题 我们其他有很多更有效的 更安全的 没有那么多副作用的 不是成为 美国第一大杀手的 医疗的方法 存在的 只不过呢 因为医疗的政治 和我们的教育 令到我们香港人 是没有分析事物的能力 没有独立分析事物的能力 是我们盲信专家 以为这些专家 就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导致我们 今时今日的 香港医疗的问题 主要原因 第二就是社会教育方面 永远都是这么说 你永远都可以 你说我们的target 要70%的香港中学生 成为大学生 有些国家是做到的 韩国好像都做到的 菲律宾亦都相当高的 但是问题呢 强行给一个人 叫他读多几年书 就是不要这么出来 不要这么快出去做事 读多几年书 拿到大学的地区去读 那社会有没有改善过呢 你看印度很多大学生 菲律宾很多大学生 社会没有因此改善 几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已经讨论这个问题了 其实印度这个国家 不是需要大学生 印度这个国家 是需要一些创业的人 entrepreneur 是一个小 中小型的创业家 这个是我们很多国家所需要 包括未开发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 或者已发展国家 那其实呢 我们要解决这个 教育的问题呢 其实呢 我们都强调到 是四步曲的 第一 自家教育合法化 我今天我不讲详细 背后的理念 自家教育合法化 第一 第二呢 就是学卷制 在中小学的阶段 这个 这个就是 好 第三 在大学方面呢 是用高贷款 低 低 低 资助 的手法 以及二入 南出 如果我们走到这四步曲 香港教育问题 就解决了 不断解决了 我们今天呢 不能够 详细分析 为何这四个方案 是解决到香港所有的 原始的教育问题 其实全世界的教育问题 其实呢 如果我们走到这四步曲 都可以做 再说一次 自家教育合法化 是 其实意念呢 不是说香港的家长会自己教育 意念就是说呢 将个重心思想呢 给别人了解 真正教育在家 不是在学府 第二呢 就是 用那个 学卷制 学卷制呢 可以多元化医疗 多元化教育 OK 就是我们用这个 所谓的 incentive system 就是这本 那个 魔鬼经济教育 解释到 其实 incentive 可以推动很多东西 那 第三个就是 那个大后 里面呢 就是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去 学到一些 就是 skills 你将来 有用的东西 你将来 应该可以令你 谋生得更加好些 是吧 那当然文化方面 都可以这样说 那其实 周浙翔说 香港最赚钱的 就是教钢琴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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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在文化学术方面 你都可以做到的 那为什么我们教育 不能够可以令到一个人 可以自己自立 经济上自立 我不管做哪一行都好 那如果我们说 我是高贷款 就是说 就是 你全人都读得的 你不用担心 经济的问题 但是呢 你钱要还的 有没有所谓呢 你一身里面 那么多时间去赚钱 是吧 你又不用说 存到很多钱 那便给后代 不用的了 那你这个人生过程 用完了之后 那你用够 那便给回社会 那便将你 你所向社会 所借的钱 便给回他们 是吧 你将一个终身的学习制度 那其中一个简单 那其中一个简单 就是二学二任难出 对不对 就是你要玩这个Degree 但就不是说 哎 齐娃娃 那样 你说这个Professor好 这个Professor松一点 这个Professor好 那便拼命 是批派沙子 那你看到香港很明显的现象 是啊 大学生是多了 不过很多沙子的大学生 但是这样啊 外面那些很多 你不派沙子他不读的 没错了 那这个制度问题 那这个问题 那作为一个 就是请很多人的公司的老板 那我自己的经验都试过了 我请过大学生 请过律师 什么都请过了 他学业 他读的Degree 和他所做的做事能力 是0 没有关系 OK 那其实香港很多很多 这个就是 所谓请过人的公司的人 都有这样的经验 好了 那我们将来 我们下一次 讲到教育的时候 我会详细分析一下 背后的教育的问题 需要在哪里 好了 那第三点 就是说 我们香港的 需要政府救济的人 越来越多了 那就是 简单来说 窮人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 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 越来越多了 那我最后要问一下 你为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呢 那数字上是 那我我我我我猫 就是我这样想一想 我说起码三分之一的人 这一半的人 是根本是不需要的 是不需要的 就是他用不同的手法 是令他去拿钱的 他真正正正 不是真的自己 不能够照顾自己的 那但当然 我亦都有一个很大的 我们的隐忧 我们的引动 我们的incentive 我们的奖励计划 是令到多些人 走这条路 是不是 就是不做事 是比做事更好 那看一下外国 很多这些这样的 人是不需要做事的 很多人 什么人都是拿政府钱的 家里很有钱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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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中等家庭 都去政府拿些钱的 那这个 我看到很多外国国家 要走这些东西了 好了 最终问题了 就是我们是 用一种方法 令到很多人变成穷人呢 或者是鼓励那些人变成穷人呢 或者是可以用一种方法 令到他不用变穷人 好了 那我和这个外国人 就是澳国人 聊起来 他说 原来他读经济的 那他说出一点 就是大家 其实我都很同意的 为什么贫富如全呢 贫富如全 整个关键 是出于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interest 就是我们的所谓利息 因为我们有这个利息的制度 是导致有钱的人 越有钱 穷的人越穷 那当然你会解释 那有什么不妥呢 是不是 你身丹富富 你便要存好一些钱 是不是 就是你以前省了 是不是 就是好像rich that poor that 那本书所说 是不是 就是你要 金钱就是钱赚钱最好 那你将你的收入百分之四十 你便要存起它 那就是某个程度上 我家人个个都是做这件事的 是个人都没有帮人做事的 但个人都是不错的 那就是这样的 钱赚钱 好了 那就是 你应该看到 因为有这个interest这个制度 一个这样的利息制度 是可以令到有些人的钱 是不断增加的 好了 那是不是说 就没有这个制度呢 是不是 那没有这个制度 那没有人会白白给你钱的 是不是 那是不是没有这个制度去解决 我感觉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 都不行的 就是你不能够说 charge and interest 是犯法的 我想这个你做不通 它有些地方是犯法的 有些宗教也是 有些宗教也是 因为这种剥削行为 你不可以叫人拿interest 那其实很多在外国呢 有很多所谓社团 就是那些communal 是不准人charge interest 就是大家帮助大家 这个在表面来看 好像不可思议 就是觉得没有人会赞成 但是呢 其实呢 总之一句说完 真正的贫富渔船的原因呢 就因为有个interest制度了 不过Doctor 我想补充一下 其实它不收得息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远古的智慧 你想想 现在有些水用卡 它居然可以收40利息 即是100元 一年就还140元 高利态 高利态 合法高利态 但问题出现了就是说 它以前远古的智慧呢 就是说 你这个利息的制度 和这个自然的定律是违反的 所有不跟着自然的定律 去走的 所谓的 好像利息这些 最终都会令到整个自然的生态 会解体 举个例子 我们 可以说 100元 明年变成140元 再明年变成200元 数字上是这样看的 但是在一个自然生态里面 你不可以走去和一棵树说 你下年麻烦你 要快40%生长 是不可以的 我们那时候 利息的字 其实就是 说一只牛 我买一只牛 给你 你生了一只牛 那就是利息 它是跟着一个自然生态 和自然的步伐 去一起走 让这件事发生 是的 但现在我们全世界 都要说利息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其实我们的所谓的钱 就是钱 只是一个无形的概念 但是当你应用回 一个实质的生态系统里面 就是不可以应用的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远古的智慧 不可以收息 是的 你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在这方面去想想 你会了解到 这个真正的贫富渔船的根源 其实是这个制度出现的 是的 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钱 其实很多人 就有一种 不了解这个现象 就是 我们经常以为 那个Federal Reserve Bank 或者英伦银行 是 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觉 就是这个联邦 那个储备 Federal银行 是一个政府机构 英伦银行 是一个政府机构 其实没有人知道 这些根本 完全不是政府机构 它们是不断印银子的 有很多人想着 你印了多少钱 要视乎你里面有多少钱 即是你银行里面有多少黄金 那样 那其实根本是没有的 根本是没有的 那就是说 其实我有一帮私人的银行家 全世界的国际性的大银行家 他们是不断印银子的 那将这些银子 借给政府去打仗 你看看历年代 所有的打仗 全部是这些背后的大银行家 是支撑他们的 但是这些银行家 是有权 是印银子的 而他们印银子 是不需要有黄金去做基础的 那他们就拿这些银行家 借给政府去打仗 那便收你的利息 那为何贫者越贫 富者越贫呢 就是说 富的人就有这个机制 是令到呢 他会不用做事 而钱呢 是财富不断不断 是用几何数字来增加 而一般的人呢 当你没有这个 最基本的经济的储备 去玩这个游戏呢 你就一世就做奴隶了 好了 那当然了 我们不是感觉到呢 这个制度可以取消 虽然有些外 就是在各地 小的各地 有些地方 是说明呢 你借钱呢 是不可以charge interest的 我认为呢 为什么香港 那个贫富预算 为什么这么多 越来越多的人 不能够照顾自己呢 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香港有很多些 无聊 无谓 的税制 那个管理 那些所谓的那些条款 是令到香港 很多的小企业家 所谓叫 小的公司呢 是没有办法玩这个游戏 这些很多这样的 规例 这些水准呢 其实设计回来呢 是表面就说呢 就是保护消费者 安全什么什么 但结果来说呢 根本是没有任何的 迹象呢 是显示到呢 这些这样的东西 是危害人的 那我们上一次提过一本书 也都有一个 有一个学者呢 叫Peter Salmon 他也都常常强调啦 那他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pass一些 一些这样的法例呢 那我们通常呢 就用一种危机的 就是一个风险 叫risk 那样 用一个很危险很危险 那所以呢 我们就一定要保护香港市民 保护一些 无知的大众 那这样 那就要要要 要成立很多这些条例 就是令到我们的 食物那方面 要要要要的标准 我们的一般的用品 要要要的标准 那做很多这些这样的 那其实呢 他强调呢 其实我们地球上 很多这些这样的所谓危机呢 其实危机呢 是有两方面来的 一个呢 就是风险 是两方面的 一是危险 第二个呢 就是 our outrage our rage 就是那个愤怒 那他给了几个例子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说那个 我们经常说 生园子不戴安全带 很危险 会死很多人 那他发现呢 其实真真正正小朋友因为不带安全带 因此问题改善是不多的 他说都可以证据到 但据其他的例子 譬如我们设计一些审兵仔 我们那些包装的东西 一定要设计到 令审兵仔不会因此不小心 让这些包装的物料弄死 所以我们有很多条例 就设计了 愿你这样 他发现全世界大概是50人 50人一言是因为这个条例 而可能减低死亡的风险 他估计过的 还有我们有些审兵仔的水意 就要file resistance 所以政府规定审兵仔水意 就一定用些料 令它可以防火 起码可以retard 他说你做到这样的东西 大概是够十个人左右 十条性命 他说汽车的air bag爆出来 亦有些对审兵仔很危险 对年纪小的小的小的小 他说最多因言是 不会多几个 十只手指搜不到的审兵仔 会因这些问题出现 其实很多这样的条例出现 当时的推动的能力 我们说是风险 风险 但是真真正正 风险是因为危险 是不是有危险 根本是没有的 根本是绝小绝小的 唯一样东西能够令到出现 就是他推动群众的恐惧的意识 令到他有一种叫憤怒 叫outrage 这样走出来 其实很多这些 这样的条例出现的原因 都是说 都是因为这个 这个情绪的恐惧 outrage 不是真正 那件事 是危险 所以这些很多 无谓的条例出现了之后 最终最终 是令到我们香港 很多人 做小生意也好 自己想自己独立来做 是绑手保改 这个是主要原因 是导致我们的香港 变成为何贫富 贫困的人越来越多 但很可惜 你看到我们的制度上 我们立法局立法局 立法局的议员 他感觉上工作最重要是 立法立法立法 他不立法就好像觉得 他自己是犹牲 结果就垃圾很多很多 多如无谓 完全没有帮助的法例 这个是我们要解决 香港长远 要解决我们香港 那个开支的问题 真正解决方法 不是什么能者多富 真正公平的税制 就要了解 到底问题的根源是哪些 要不然 你去用这些开经销授税 全世界没有一个成功例子 为什么香港会例外呢 好了 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希望下次 跟大家再继续讨论 希望大家 有些什么的意见 或者在香港 你看到有些现象 你是有些见解 可以帮助 可以解决到 希望你和他联络 用那个email也好 留言也好 希望我们多些人 做自己的一小部分 令到香港 可以走出一条好的述路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